随着本土疫情连续七周却诊属下降 中央流行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今天下午正式宣布 12月1日起适度放宽戴口罩等防疫规定 包括室外空间、室外场所、但岁末、跨年大型室外活动 是近期疫情变化另行严逸 室内人维持全面戴口罩 但只要符合六大条件 也可以免戴口罩 指挥中心今早召集专家开会讨论是否于12月1日起户外口罩松绑 会议最后达成共识 王必胜下午正式宣布 将于12月1日起开放全部室外空间、室外场所 取消应全程佩戴口罩等相关规定 指挥中心指出考量国内疫情趋缓 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情形平稳 会兼顾防疫、经济及社会运作 维持防疫量能与有效控管风险 经综合评估疫情情势 12月1日起适度放宽口罩等防疫措施 最新防疫措施如下